好 其實吃完肉圓要吃什麼 吃肉包 肉包其實台南有很多肉包 今天有給他喝起來 又大又便宜 裡面還有一個蛋黃 真的 但是你知道肉包的發源地 裡面是叫做肉包小鎮的地方 是在鹿港 鹿港 對 有人說我吃不到這個肉包 會收起 我們來看看其實在鹿港 大家如果有去過的話 有兩個肉包店很有名 就是叫阿鎮肉包 這阿鎮肉包我們來看一下 鄭老闆他講其實他們家一開始 不是做肉包 他們來家做糕餅 但是後來他因緣際會 他決定了開了 他說 當時全台灣沒有一個人 專門在賣肉包的 所以他就開了全台灣首間 專賣肉包跟饅頭的店 那你知道他們那時候 當年他說他們還有一個 很厲害的家事 就齒輪式攪拌機來拌麵粉 但其實肉包的麵粉 Q 香 這個OK 可是最重要的應該還是肉餡 他說他們的肉餡 那就是他們的獨家秘方 為什麼 因為他爸爸很厲害 他說那個肉餡的那種 吃起來那種鮮嫩多汁 好像湯包會噴出來 此外那個肉又很 味道又很鮮美 是誰做出來呢 就他爸爸跟他的師父 他有個師父呢 跟他爸爸合作 開發這個肉餡的 獨門的這個口味 好 那這個 因為他們在 我們講的入港當地很有名嘛 結果呢 也驚動了很多的 這些觀光客來朝聖啊 但是有個觀光客 非常特別啊 惠銘 1998年說來一個日本人 叫小林 小林來之後呢 據當時鄭老闆的回憶 他說那個小林吃完他的肉包 是在對街吃的 吃完病之後 竟然流連忘返 不肯走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陸續來了七八次 終於鼓足勇氣 然後就跟他講 他說老闆 不好意思 我很想拜你施學藝 我想學怎麼做肉包 那老闆那時候 當然沒有答應他 沒想到 他氣而不捨 好像成龍武功片一樣 聖誕節 當年聖誕節 竟然帶著他的 全家人 還有 岳父岳母 這是怎樣 是要舉家移民嗎 全部來 來跟他講說拜託你要教我 其實他說他那時候回憶 那個日本人小林的爸媽其實很反對 你這樣學要學多久啊 可是呢 後來他們因為相談甚歡 但是他還是沒答應 就到我們講 這個 山庫茅庐 到12月31號小林又來了 這回他答應了 你知道答應之後 小林來學包子學多久嗎 三年半 三年半之後呢 他後來回東京去開店 等於是把阿正肉包的口味 帶到我們家陸港肉包口味 帶到東京去 烘洞啊 大排長龍 你看 我們的阿正肉包 陸港的肉包可以 弥揚到日本去 但是呢 另外一個肉包店 叫做老龍塞 這個肉包也有人叫阿龍師 老龍師都有 他的口味也很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做包子的這個私信老闆 他以前真的在一間 台灣很有名的高餅店做過師傅 那後來他做完畢之後 他就跟著爸爸北上去賣牛舌餅 那不過 他說其實當時他會跟他爸爸這樣子 到處去賣高餅或賣牛舌餅 是因為 他說他自己書就念不過他哥哥 他哥哥很會念書嘛 他乾脆說哥哥你好好念書啊 那我們就做這個 那後來呢 他又跟他爸爸回到的故鄉 陸港 他哥哥果然很會念書 考上律師 可能也有賺了錢 就跟他弟弟講 我這樣好 你現在跟老爸回到陸港的話 那我拿一百萬給你們買房 就拿一百萬投資款 他當初賣了一些高餅 或者是牛舌餅的錢 他也會供他哥哥念書 兄弟感情真的很好 然後回到陸港之後呢 他一百萬買下去 不到一個禮拜 他爸爸就心機梗塞走了 這是人生 但是他父親至少看到了 弟弟幫哥哥 哥哥幫弟弟這種 讓他安心的場面 我覺得這個兄弟之情 不僅也都看在眼裡 好啦 就他 據他回憶 他說他哥哥很可憐 那時候他哥哥 因為買了好幾個房子 就全家的那個房貸 全部壓在他哥哥身上 沒關係 那我就賣包子 他賣包子來分擔家計 還搞不好賣包子 賺得比第一次多 真的嗎 我們來看看好了 你好像有一點意志未來的 我告訴你 就是施老闆 他就先租一個 3.5瓶的小店面 就後來做一做 果然就是他的口味 對啊 中了 然後結果他來 他就併了兩家 一家 兩家 我們來看 現在他們說 入港的包子市場 厲害 三國鼎立啦 第一個就阿正肉包 第二個呢 老龍腮肉包 第三個呢 就其他的肉包 各佔三分之一 有厲害嗎 有厲害